大家好,我是Hidy 幾個月前我拍過一段影片說過濕疹和淚固醇反彈、淚固醇上癮的經歷 算是大迴響的 因為很多人問我關於這方面的事情 也有很多人叫我拍一段影片說過當時我做了什麼 令它可以舒緩到 甚至是現在可以康復 所以就籌備了這段影片 但這段影片我拍得有點心驚 因為我以下所說的事情 全部都是自己的經歷 我很明白濕疹你嚴重到一個時候 別人說什麼都會相信和去做 就算我這刻跟你說喝符水有用 你明天就去買符水了 我很明白的 但是太多的股方、偏方 其實全部我都試過 那些什麼浸鹽西水、吃哪樣東西、不吃哪樣東西 我全部都試過了 很明白有些人對於那個方法有用 但有些人好像我這樣 對那個方法完全沒有用 所以今天以下所說的事情 全部都是對我有用 我也是試過很多方法試回來 對你未必有用 但你可以用來參考 整個濕疹的轉變和康復的過程 對我影響最大最深刻的 一定是看中醫的了 我想十個有濕疹的人 有九個半都看過中醫的了 無論你是家樓下的中醫 貴的專科中醫 醫院中的中醫 或是房間全部很出名的中醫 都會看過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而且任何一個人留言 叫我介紹中醫的時候 我都會叫他在Instagram 直接訊息我 因為我有很多事情想和大家分享 都會叫你們謹慎去想 看不看我這個中醫 如果你是期望看這個中醫 又看它那一刻開始 一路一路進步 直至好回來 那你不要去看它了 我告訴你 它是做不到的 我這個中醫是會把你直插在地獄 頭幾個月我是越看越差的 差到我爸爸媽媽 每個星期都跟我說 不如你轉中醫吧 不如你停 但是我那時候 不知為何神推鬼翁 就盲目相信這個中醫 所以我最後看到一個頂點 是所有的症狀 全部發出來 全部去到最差的時候 它就反彈 康復了 所以你問我的中醫 是否真的完全治癒我的濕疹 我可以回答你 我覺得不是的 它的藥 應該是可以把我裡面的東西 很努力地去弄出來 弄到最盡的時候 沒有了 它就調理我的身體 令我的身體慢慢康復 直至好回來 而這個過程 我是差了五個月 再用四個月慢慢好回來 你不會是五個月之後突然間 明天就開始黏口了 那些東西就會好回來 不是的 你是看到慢慢有變化 然後又會慢慢看到它好回來 心情慢慢好回來 都挺神奇的一個經歷 所以如果你聽完這個理論之後 都覺得你想試的話 你就可以去IG問我 啊 我忘記說 這個醫生超貴 我最便宜一個星期 是看了1300元 而最貴是1800元 一個星期 我整整看了九個月 即是用了多少萬元 我都算不到 還有它是要喝藥的 不是吃藥粉的 還有它們是一個集團式來的 它不是那些白頭髮 一個深山牙白 要特意去找那些 不是來的 它是一個很時代感的中醫診所 認診的 第二 最多人都會問 你有沒有戒口 當然有 你看得中醫這件事 簡直就像吃飯配筷子一樣 它們是一體 是不是 怎麼會沒有戒口呢 而我戒口是戒到怎樣的 很簡單 有四個月 我是吃白飯菜心 豬肉 鹽 和水 除了這五樣東西之外 沒有東西入口 你們會問 早餐吃什麼 白飯豬肉菜心 午餐呢 白飯豬肉菜心 晚餐呢 白飯豬肉菜心 真的 四個月 那你出街怎麼辦 不出街 四個月 天天 三餐都是在家裡吃 然後你問我 那幾個月有沒有吃什麼 水果 餅乾 零食 沒有啊 全部都沒有 怎麼可以做到 你是不是真的忍到口 我忍到的 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大家 怎麼做到 就是不吃 如果中間肚餓怎麼辦 沒有啊 我中間沒有肚餓的 其實吃白飯 豬肉和菜心是會飽的 而且我中間是沒有工作的 所以一直留在家裡 是沒有任何誘惑的 我媽媽有吃零食 但她不會問我吃不吃 而我本身是一個不喜歡開零食 不喜歡吃垃圾 只是喜歡吃正餐的人 所以對我來說 這個戒口情況 就沒有什麼特別 我就是知道 不吃就不吃 要戒就不吃 對啦 所以大家對於 問我戒口 這件事 我會覺得匪夷所思 因為我覺得不難做 但我發現 其實對很多不同的人 都是比較難的一件事 所以就意志力 其實就不需要戒口 戒一世 譬如你現在問我 我絕對有外出吃飯 而我外出吃飯 是多於在家裡吃飯的 那外出的時候 你問我會不會吃牛肉和海鮮 我給的就給的 蝦和蟹和蟹 這些東西 我已經沒有吃過 然後牛肉的話 很偶然幾個月 可能會吃一塊 打火鍋 看到牛肉很漂亮 手切的那些 我就會吃一塊 但是你說平日 外出吃飯 會不會特地去點這些 我是不會的 那時候是連麵粉 麵包 醬油 這些簡單的東西 都不能吃 那現在是絕對可以吃的 即是你說吃西餐 鋸扒 薯蓉 那些東西 全部都沒有問題 你說生爛野壽司 我一個月都會吃一次半次 所以其實戒口是戒四五個月 頂腦半年 你已經完全看到那個效果 為什麼要戒口呢 除了因為聽中醫話 你不會盲目去聽的 其實你身體裡面的一些毒素 只要你不要不停吸入毒素 其實毒素是會慢慢排出來的 所以你把你的飲食習慣去到最簡單 不要有太多蠟雜東西吸入身體 其實你的東西全部會慢慢好好排出來 那就可以重新review那個系統 這個就是我自己理解出來 和自己想出來的一個道理 去令自己好好地戒口 還有一件事一定要戒口的 就是糖 很多很多人都問我 小甜可以不可以 其實身體就是你們自己的 所以你們自己決定 我可以告訴你 我真的四個月只喝水 甚至到現在也好 我大部分時間都是喝水的 你說會不會喝完一杯珍珠奶茶 完全沒有試過 我喝一口兩口試一下 味道就足夠了 其實不一定跟濕疹 糖真的對身體百害而無一利 完全沒有益處 你吸進去只會害你自己的身體 糖其實是一個對炎症 令到它越來越發作的事 濕疹皮膚一直發炎 你還吸入糖 令到它發炎情況越來越嚴重 你自己想像一下 所以我是超級無敵 贊成戒口的人 而第三件事 在我這個濕疹和淚固唇上 整個經歷裡面 我覺得它最有用的就是浸死海鹽 我想這件事很多人都聽過 死海鹽是對皮膚修復 是一個很好的功效 它真的不是醫濕疹 它是可以幫助修復皮膚的 我自己就是用這一盒的死海鹽 香港不容易買到死海鹽 買到也是非常貴的 我還記得在一間買死海鹽的店 買一小盒是百多元 或者接近一百元左右 但是我自己就是在網上買的 iHerb可以訂購 但是如果你也有用過 iHerb訂購 你也虧了 我找過最便宜的就是這一盒 這一包是5公斤的死海鹽 牌子就是這裡 我在網上在Look Fantastic那裡訂購 裡面真的是純鹽 沒有加任何東西 5公斤可以用多久 一次是要用多少 我自己就是用這麼大的玻璃瓶 全個瓶都是死海鹽的 而水的份量是不過胸口的 我承認我的份量都幾多 不是用一殼兩殼 我是一瓶這樣用的 但是是不是每個人都要用這麼多呢 就不是的 其實我是慢慢調整的 一開始就有少少三分一開始 然後用到越來越多 就發現我是可以訂得上一瓶的 然後如果用多一瓶的話 我就會有些腳底痕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訊號 告訴我你不可以再用這麼多了 所以每一個人 他究竟用多少 身體可以承受多少 都要自己慢慢去調整的 我浸浴的時候 不只是加死海鹽 我還會加茶樹精油 這一瓶的茶樹精油 其實在萬寧骨神市的地方 都已經可以找到的了 大約是60至70元左右 看看它有沒有特價 我自己就跟很多人說的不同 因為很多人都說這些精油 是不可以放得多 但是我是放十幾二十滴下去 我也是覺得這樣的程度 是令我最舒服的 所以這件事都要大家自己調整 為什麼要加茶樹精油呢 因為它是可以抗困擾消炎的 平時你們用茶樹精油的時候 就是生暗瘡的時候用的 它也是消炎的效果 所以其實它對於濕疹的人 也是有好處的 但是因為它太濃了 你是不可能把它直接滴到傷口裡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受不了 所以就不要試了 兩件事加起來用 因為死海鹽有機會 可以令你的身體皮膚變乾 但是你加了一些精油 你上水的時候 就不會有乾的感覺 因為它有一層油包在上面 這兩件事加起來就是我最喜歡的組合 如果你說不是每個家都有浴缸 我明白的 我明白的 因為我家也沒有浴缸 那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淘寶幫到你了 我就在淘寶買了一個充氣的浴缸 其實不用每次吹的 因為我都沒有吹氣下去 然後你們不要以為水要浴缸 用到很高 其實我大約是去到這裡 就是每個盤的三分一左右 我就已經夠了 因為人坐下去水會向上升 所以真的不需要很多水 它比起你用一個真的浴缸 其實是省水很多 而且它真的很大 如果你覺得這樣屈室坐很辛苦 其實它原本是送了一個 好像枕頭一樣的東西 你可以放在這裡 然後就像我的椅子一樣坐 完全是很放鬆的 這件事 就不需要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辛苦 很不開心的一個過程 我就覺得是一件很享受的事 每次我就浸20分鐘至半小時左右 還有有一件事是非常特別的 跟所有的醫生說的事情 都背道而行 就是我用超熱水去浸浴 有多熱就好像溫泉那麼熱 就是我站進去的時候 是要慢慢把身體滑進去 一直覺得很熱很熱很熱 不行了不行了 然後碰到屁股 然後慢慢坐下去 才能坐到那種熱的程度 我用這麼熱的原因 就是當時我去到很嚴重的時候 身體很癢得你會把自己拔 真的很癢 你想想可以整晚睡不著 這件事很癢 那你就跳下去這個水 整件事馬上止癢 非常之好 而且那種很熱很熱的程度 可以令到你沾汗出來排毒 所以這件事也是為何我浸浴 所以肉是不會過胸口 因為如果你這麼熱的水 再過胸口 或者去到頸 那裡 你去到某一個時間點 你就開始 呼吸不到氣 很辛苦 很焗會暈的了 所以我就浸到在胸口以下 整件事可以浸得時間比較久 也不會浸浴 會開始暈的情況出現 那除了浸浴之外 你們最關心的都一定是 用什麼去洗澡 用什麼身體護理 那我在最嚴重的時候 是用清水的 對了 我是有好幾個月 完全沒有用任何東西去洗澡 因為我都沒有外出 所以除了重要的部位之外 我其他都是用水噴一噴就算了 但之後有個階段 是有一些很厚的皮 和不停脫皮出來的情況的時候 那我就是用這一支 森林之家的松椒子草濕疹肉油 松椒油這件事對濕疹皮膚是有幫助的 就算西醫也是這樣說的 但外面買的松椒油沐浴油 其實在一些藥房都可以買 比較便宜很多 但這個我就是貪它自製比較天然 貴一點點 我也是上網買的 在很厚皮脫皮的情況下 它是會有改善的 都是看得出有改善的 但如果你說在我最懶 和我現在已經好完的情況 其實是沒有感覺的 而好完之後 我都沒有用一些 大家平時所用的沐浴露 那些 我也是用森林之家的 乳木果修護皿 它裡面是會有人奶的成分 雖然我不知道是哪個人的人奶 只有 只有乳木果 還有橄欖油 甜杏仁油 椰子油 Castard oil Palm oil 還有Jojoba oil 所以它也是一個非常非常天然的 我是用它來洗身和洗臉 現在 它的價錢是88元 我一塊可以用到四五個月左右 所以我覺得它也不算貴 而護膚方面 我可以搭你整個 淚固醇上癮的過程當中 我基本上都沒有怎樣塗過護膚品 其實是一個濕潤的環境 就像毛菌一樣 你也是要潮濕它才會成長 所以在我自己的角度 希望我沒有說錯 越乾燥的皮膚 其實是可以阻止細菌的感染和繁殖的 所以整個過程 我都沒有怎樣塗什麼 塗什麼 但開始康復 沒有傷口 皮膚都乾燥 我都會滋潤它 我都是用一些非常天然 而且很便宜的東西 如果天氣不太乾燥 我就會用一個甜杏仁油 這麼大支 好像都是八多元左右 用超久 如果天氣比較乾燥 我就會轉用Jojoba Oil Jojoba Oil比甜杏仁油還貴 很多 這裡這麼細枝都要160元左右 全部都是iHerb訂購 我會有連結在下面 但如果天氣超級無的乾燥 很冷 很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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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用這個 乳木果汁 就是Shea Butter 其實這個很難推開 我稍後打開給你們看 所以我會根據不同的情況 加甜杏仁油或者Jojoba Oil 推開它 就可以了 如果你說塗油會不會很油膩 很難吸收的話 我可以回答你 甜杏仁油是絕對不會的 不過你也要自己試一下 因為有些人很抗拒油 我塗上去之後 是極快吸收了 不會有油膩的情況 但Jojoba Oil 是比較厚身一點 它需要一點時間去吸收 所以你們自己去衡量一下 但這個真的比較滋 而這個Anchia Butter 我可以給你們看 它裡面是一個固體 好像一塊芝士一樣 也好像牛油一樣 通常我會塗上這些綠木果汁 然後放在手掌 再滴兩滴油 然後推開它 你看到現在這樣很難推 但如果你加了油 就會容易推很多很多 而這個綠木果汁 是不會油膩的 它只會有滋潤的感覺 所以它不會增加油膩感 所以如果你是非常非常乾燥 用什麼都覺得不夠滋潤 如果你又用一些有化學成分 防腐劑那些霜 不妨試一下這個 這一瓶好像也是60元不用的 真的試一下吧 但這些東西 我全部都是在我的類固醇 反彈了之後 才開始用的東西 當時我真的什麼都沒有用過 我最嚴重的時候 究竟會做了什麼可以舒緩呢 除了一股死海鹽 除了介口之外 有幾樣東西我都很推介大家 第一樣就是這個叫做Sudo Cream 它是BB用的尿疹箱 尿疹箱就是BB生尿疹的時候 就塗了它 之後就算他去廁所的尿片 已經全部都是尿也好 它也是一個保護和阻隔 令到那些尿不會觸碰到它那個疹 令到它會快點好 還有Sync會有修復皮膚的功效 所以這個對於濕疹來說 都會有刺濕的作用 但它真的不是衣濕層的 那時候我有問題的皮膚都會塗一層 然後就開始包沙布 然後再包沉繩帶 令到它們不需要和太多不同的接觸 或者防止自己去拗它 而沙布我分兩款 最普通大家都知道的沙布就是這一款 但它有一個非常大的缺點 就是它會黏傷口 所以如果你是拗損或是出水 這一種的沙布當它乾了 你要拔出來的時候 是生不如死的 是撕裂的痛來的 所以久而久之後就發現了另一種的沙布 大家在鏡頭看不見到 它不是沙布面的 它是膠面的 而且它有一定的厚度 因為它這個厚度的關係 其實你拗極都拗不入肉的 因為它是拗不爛 它不像沙布一樣可以弄到爛的 亦都因為這件事 導致一個缺點就是它很焗 它是會焗住皮膚 但是因為拗不爛不會損的關係 我覺得它會令到過程有幫助 和快點好回來 而另外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它很貴 它是逐張買的 真的超貴 而我是怎樣去固定這一種類型的沙布 就是有一件事叫做 Tubifest 它是這樣很大卷的 我這裡是用到一半或三分一 我忘記了 它原本是一大卷 有不同的尺寸 這裡就是我曾經用過的Tubifest 剪開了它 就是剪你自己所需要的長度 你放好沙布 然後它裡面就好像 看到嗎 它是可以包住它 手這裡我比較幼 可能會包多一層 或者你加了沙布 它已經沒有現在這樣鬆 或者是有些更幼的尺寸 我就是在一間叫做真善美的地方 是買醫療的 他們就會有得買或者有得訂 聽人說中環也有一間藥房 是有得買 還要便宜一點 大家可以上網去找Tubifest 我當時就是手手腳腳全部包住 我包得很厲害 還有很多沙布在裡面 所以我怎樣拋都拋不入肉 我這麼久以來整個濕疹 用淚固醇反彈上癮的過程 是一滴血都沒有見過的 我是沒有拋爛過自己的皮膚 但是我是不停這樣拋的 還有我是有戴棉質的手套 我會佔了帽子和食指 我來玩電話 其他全部都是戴著手套 全部都爛了 我可以告訴你 這些手套我是一個禮拜要換一對 因為一直拋指甲 我已經剪掉了 都是拋爛了所有手套 所以中間的過程 痕痕是無法避免的 只不過這一類型的東西 就可以幫助你不要讓自己拋到自己 那麼爛 容易引起細菌感染 或者更多的不同問題 我覺得要對付濕疹和淚固醇上癮 這件事已經很辛苦了 不要再有太多的東西加進去 但是我是明白的 即使你拋到爛了 我也是很明白 即是我知道 為什麼你要拋到這麼爛 或者你是忍不住 或者睡覺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會自己 剝開它 又再拋過 這樣 我真的拋了整晚 由11點拋到早上6點 太累了 然後才睡覺 只不過我自己的定力 就好少少 我是不會說 真的很辛苦 拋出來爽拋 就沒有這件事 我是純粹一直在臉上 不斷磨 不斷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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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分享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如果你對於這個系列 還有什麼想我拍 想我講的話 你也可以留言 我也可以慢慢籌備一下 因為始終這個系列 每一次說 我都很害怕 對 因為我很害怕 我說的東西 是誤導了大家 或者大家誤會了 所以我都 希望大家 不要介意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